去吧 雷哥 去了去了 跟我来盆好酒啊 好好好 快点啊 白鲜鸡 马晓鲁哥 快点 龙香 茶茶茶柜吃的啊 快点 快点 快点点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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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花哥 李要吃什么 葫芦头 葫芦头是什么啊 大长头 是不是他们 要么行 我告诉你们啊 李强 你们来了 是他们吗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这是违法行为 谁也该走 你们怎么着 想的 咋可是你呢 上一次 你到宿舍闹事情 那公安局刚把你抓走 你还敢到公司来闹事情 钱罪还钱 天井第一 我给你说啊 你身上 背得我鞭子啊 你信不信 我不是黑胡你 我一个电话打过去 让你吃一辈子劳烦 你又不是负责人 造你负责人说话啊 我都是负责人 给钱做人 你把钱进来要做呢 你要要出人命来呢 你 你没事吧 你 你吃不完斗着做 是 你害我谁啊 你浑身都是病 心脏病 高血压 脑瘀血 人能得的病 他身上全有 怎么了 你怎么了 老杨 老杨你怎么了 你抓你抓 你挖你 摊上撕溜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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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杨 你没事吧 老杨 老杨你怎么了 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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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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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走了走了走了 起来吧 没事了起来吧 他们都走了 行了 别演了 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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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什么110 打120啊 好 老杨这个病啊 我一定负责到底 而且病治好了 还是欠老杨一个人情 医生说也没什么大事 就血压有点高 不过你今儿啊 他确实有点用力过忙 这么没看出来 老杨还挺仗义的 所以说呀 在你面前蹦着的那些人 未必都是对你好的人 你说得对 患难见真情 你和老杨都是好人 谢谢 这事搁谁谁都得上 看见的人多了 谁上了呀 你还真不能来公司同事 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你那怎么回事 关键 您这账 这账不是我签的 那 老杨说 老杨说得对 是何大军签的账 这叫变天账 深圳这样的公司多得事 日期一改 改到我们离婚之前 这钱就得我还 报警啊 报警 这账不就变成死账了吗 他被抓了 到头来还是我的事 还有这种事呢 哪屋啊 前面 这怎么还不醒啊 刚才醒了一回 这会儿又睡了 睡的时间太长了 要不 恰恰人钟吧 这是虎口吧 醒了醒了 醒了醒了 老杨 好点吗 那最难看你的电影了 我啊 杨飞燕 那还想你 想想你谴质你 本来是 本来是 嫁定了 吓唬吓唬 这不完了 我想到这还 有成真点了 对不住啊 对不住 哎呀 这也不好找大夫 我啊 还没人接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往常这点他都下班了 看得挺紧的 不是 每天这个点啊 我俩都打电话 这是他宿舍的电话 这男人啊 可不能看那么紧 看得越紧跑得越快 我见他三个胆 想问就问 别憋着 我就是觉得 就你好歹也是一老板 有点太背了吧 员工工资发不出来 还有一死队的 反正 有点惨 这就背了 这就惨 那你是不知道 我经历过什么 眼前这点事算什么呀 我问你个问题 嗯 失败是不是成功之母 是啊 错 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一次成功 会引发接二连三的成功 所以眼前不是失败 是成功前夜 所谓关关难过 关关过 终有一天 我重新站起来 做大做强 然后你李强 就会因为曾经是我杨飞燕的手下 而感到自豪 那你知道什么是成功之父 不知道 就是你把 欠我那几个工资给了 就是成功之父 这种时候 也就你能开出来这样的玩笑 会之父 一定之父 开口闭口都是钱 你怎么不学点我的好 不过你是不是跟他们一样 觉得我特坏啊 就是一财迷 没没没 我这人觉得没有这个了解啊 这个接触不多就没有反应权 但是老姚说你是一好人 老姚说 你这人特别善良 说你 给刘浪漢买吃的 给卖花的小女儿钱 你不知道吗 那里面好多人可都是骗子 这辈子遇到的骗子够多了 不差这一两个 我最看不了的 就是那些孩子母了 为了他们能吃顿饱饭 我宁愿受骗了 我小时候也饿过 饿怕了 能救一个是一个 能帮一个是一个 世界上那么多苦孩子 没少一个孤儿 就多一个幸福的童话 我这辈子是没什么童话了 我希望他们有 我是真的觉得 此处应该涨上了 谢谢 我一定可以度过眼前这一关 你一定 把你们的工资 奖金 成功支付 是不嫌累 拼死了 话太密 别说了啊 消停会儿 李强就是个陈四美啊 没错 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呢 李叔 他们两个 是不是想照顾老姚 照顾一晚上啊 照顾老姚那都是借口 他俩早穿一条裤子了 要不能让他回公司吗 妙海云 不对啊 杨总说 他早就对来人死心了 那是对何大军死心了 李强多年轻啊 又会办事又会来事的 自打李强来了公司以后 咱们少挣多少钱 李强跟他老婆 不是感情很好的吗 他被吵也是因为 他要等他老婆电话呀 你呀 你那是不了解男人 老婆再好 不在身边也有什么用啊 杨总多漂亮啊 又有钱 你从一个女性的角度 帮我分析分析啊 要是我 像李强那样豁得出去 你说我有没有机会 你笑什么呀 我觉得你特别有机会 真的啊 只要你耐心等待 机会一定会来的 记得锁门啊 机会一定会来的 就行吧 我把门主的大厦权 想做什么 我的重要性格 好 都已经是有家都没有 把你家尝尿算用了 我觉得我可是你家尝尿 你才是不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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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呢 真是女大十八变了 这美华一回来 我就瞅着 就跟变了的人似的 到底是从国外回来的 你瞧她穿的那衣裳 多时髦啊 好看 但是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我就觉着 这美华我觉得就跟变了 就原来的那个傻呵呵 大大咧咧的那个美华 好像 像不是她的似的 虽说有的时候 你看她也乐呵呵的 我就觉着她这个心里边 怎么一点高兴的劲都没有啊 肯定是遇上点什么事啊 妈 你想 这美华出国那么多年呢 当初走的时候她年龄还小 自己在外面 又要上学 又要打工 还要挣钱 又找了个外国的老公 这中西方的思想差异啊 还是挺大的 生活习惯它都不一样 所以说啊 这变了 是正常的 你跟我说她这回 回来就得常住了 那她就是不想回去了呗 你说她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呀 她离婚了 她怎么了 离婚了 这就是命 你知道吗 这就是命 你知道吗 你说早知道这样 干吗出去折腾这么多年呢 在这儿踏踏实实的 你找个人 你是接了婚生个孩子 多好啊 你瞧这边边大的人 这不是过得都挺好的吗 像你们 我跟你说这就是 她姐姐就美中当时 窜的窜的 就非得让她出国 出了国了吧 这回行了 你说这给我妈操心 你说这当初啊 要不是强子看上我 这美华都是你儿媳妇的吧 后果也没用了 生美抖上手饭了 你就啊 别惦记那五了啊 他们俩就是小的时候 一块儿长大的 她整天到晚都跟着强子 你看 你看你那稀罕劲的 我当初不是你撮合 他们俩在一块儿的吗 天天看着人美花 特别像你儿媳妇的 就是看不上我 我看不上你挂什么用啊 我儿子看得上你啊 你这也就是你的命 你命里面就应该 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对 再说 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儿媳妇去 那我还有个好婆婆呢 瞧你这怎么甜的 我昨儿看电视说这几天 深圳高温 天天的你和强子通电话 他跟你说没说呀 说的他那个住的那地方 有电扇没有啊 人住的地方可好了 还风扇 人都是空调 宿舍里面还有电话呢 说那个老板对他特好 动不动带他去那个大酒楼 海鲜大酒楼 那很多海鲜 咱都没吃过 还有 那前两天没说几句话 就给我挂了 说要有一个什么 大单子要去谈 谈成了挣了好几千块钱 你说妈这深圳这钱 怎么那么容易赚呀 那早知道这样的话 那我也去好了 有的时候 就那瞒醉跑火车那劲上来 你根本就不能信 打小这孩子 他就是报喜不报忧 那前两天他还说 天上下手表呢 你信吗 那那么多的贵手表 咱都看见了呀 强子身上也没钱 他哪来的表 瞎说 也就你 好骗 那大家伙全都别工作了 天天对着天上 等着下钱得了 我还真信了 这瞧你那傻样 我就惦记着他呢 深圳那边的饭 他能吃得惯吗 你说咱们能给他 优点那个 炸酱面呢 烙饼呢 能吗 妈呀 炸酱面 那幽过去都成臭的了 再说了 人天天吃那大海鲜 还稀罕咱这炸酱面呀 什么 自古以来 生儿子就是 娶了媳妇 忘了娘 这正常 再说炮仗一想 儿子白养 妈 妈 这话在你这儿不好使 您是炮仗一想多了 一闺女回来 那倒真是 妈 我有的时候就想啊 我爸走了也有几年了 华子也丢了好几年了 这家里边呢 就剩下我妈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孝敬她 所以有什么心里话呢 我只能跟你说 我也愿意跟你说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媳妇 前两天打电话 我跟强子还说呢 我说她这一走了 我真觉得 我不是一个好妻子 我也不是一个好妈妈 我不是个好儿 好女儿 也不是个好儿媳妇 打今儿起这些话就别说了 咱们是一家人哪 你要这么说下去 咱们就生分了 再者说你对我们也好啊 我经常跟我们这个 居委会的人说 我说我这上辈子 我到底我是 积了什么德了 我摊上这么好的儿媳妇 你说 这跟闺女有什么两样啊 我得对你好点 避免你 再去惦记隔壁我 我什么时候惦记隔壁的人了 我打你了 竞争对手 很强啊 这孩子 我们的小美华都成了大专家了 爸爸出国六年就学这心理学呀 儿童心理学 怎么这么寸呢 这回大妈可找对了人了 这些日子就发愁哦 什么事呢 妈 你瞧瞧 是我们这个福利院的孩子 全都是孤儿 而且都是残疾的 要不就是得病的孩子 还有的孩子是聋哑的 好些孩子都是偏远山区过来的 前几天我们给这些孩子们 统一过了一个生日 因为这些孩子们 他们都不知道自个儿的生日 我们就给他们订了这个六一 是所有孩子的生日 其实这些孩子们呢 这个生活上 你想国家呀 还有各界的爱心人士资助啊 生活上是没有问题了 现在温饱啊 都还是挺有保障的 关键这些孩子 他为什么是孤儿呢 生下来就有残疾 有的生下来就得病了 所以就被父母遗弃了 长大了以后 身上的病没治好 心里边也出现问题了 觉得爸爸妈妈都不要我了 没爸爸妈妈 所以身体也有问题 心理也有问题 身心都不健康 所以 就您这专家都说什么 身心教育 身心教育 身体 咱们帮忙 筹钱给人家治病 但是心理上这问题 我跟大妈也没办法 我们也不懂这个呀 这里边有一个孩子 我跟你说啊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他啊 你 你并管怎么对他好 就跟他那个心都 就雾不热似的 他只要见着人 他就 要不就打你 骂你 就咬你 你知道就跟疯了似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 我说这怎么了 这是不是就是 你们要是信任我呀 可以把这些孩子 交给我试试 真的 太好了 我在国外学 儿童心理教育的时候 也接触过一些 这样的孩子 他们通过科学的 心理辅导 和相关的一些 辅助治疗 他们基本上 都已经康复了 那可太好了 你说我怎么就找对人了 那我得先替这些孩子们 好好先谢谢你 大妈 您跟我还那么俭来 所以你就用你学来的 这知识 回馈我们的祖国 回馈我们的社会 回馈咱们这个 幸福里的这个胡同 回馈咱们这福利院的 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身上 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 好意思啊 一本原装 这么厚啊 帥仔 要买什么呀 有卧客卖吗 有啊 有啊 进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看下 看下有什么意义的 我要找小一点的 那个卧客卖 谁人听 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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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些啊 是不是这种啊 有没有女孩用的 颜色鲜艳一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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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拿这个啊 拿这个 这个还行 应该还可以 多少钱啊 三百八给你啊 三百八 三百八 是啊 是啊 便宜点 别说的 你原装监头来的啊 这个 便宜点嘛 我又不是第一回来 那好了 打个接给你了 二百八块 一百八 好 冰箱呗 找我去 不是啊 你搞错了 二百八 一百八 你找我二十啊 不是啊 二八八 是 是 压以三的以 是 没错 你搞错了 你拿着吧 我不要 太贵了 女儿子 女儿子 你过来了 没开张啊 给你呢 齐头了 开个市 开个市 给我拿个袋 给我拿个袋 这个是原装监头来的 不是翻新的吗 不会 如果有什么事 随时拿回来换呢 欢迎光临 好好 好 谢谢 下次再过来 国产红阳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李夏天 我喜欢给大家分享一首歌 叫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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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是对生命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是对生命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虽然他们在你身旁 他们最终你来到这个世界 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 但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你的爱 但不是你的想法 你可以给予他们 不是你的爱 却不是你的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健康他们的身体 但不是他们的心 你可以庇护他们的是身体 却不是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 属于宿命的到达很明显 你可以拼尽全力 变得像他们一样 却不能让他们 变得很冷 没有声音不会哄护 也不会再过去听 你是公 孩子是从你那里射出去的箭 弓箭手上的未来之路上的箭法 他们用尽全力向你拉开 使他的箭射的右胖 怀着快乐的心情 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 因为他爱遗漏飞翔的尽力 因为他爱遗漏飞翔的尽力 也爱你无敌的尽力 也爱你无敌的尽力 这些啊都是强子的功劳 挺好的看到你那么幸福 我也挺开心的 但是我这次回来看到我姐 变化挺大的 我也不知道这些年 她到底和我姐夫发生了什么事情 特别担心 担心她自己把自己给憋坏了 美华 你回来的还真是时候 你姐她心里面过得挺苦的 你知道我下班回来好几回了 我就看她不回家掐着点回去 说等这父子俩睡了再回去 就在那胡同门口转悠 要不然就在街上转悠 你说你又不在家 看也没人说 她找我说过几回 你姐姐和你姐夫人都挺好的 怎么就做不好这日子呢 你这次回来了 一定要好好劝劝她妈 对了 我请假出来的 等会儿啊 你帮我把夏天送回家去吗 放心吧 你好 我叫李夏天 我喜欢看每个女孩 听到夏天的英语演讲 我感动极了 虽然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但是我能听出来 她的自信和努力 未来她会是那个 让我们骄傲的女儿 我现在 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因为我有你们两个宝贝 因为我有你们两个宝贝 你会保护自己的宝贝 但不是你的宝贝 你会保护自己的宝贝 你会保护自己的宝贝 但不是你的宝贝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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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爸爸 余老师 我们家李小呢 李小早被他妈妈接走了呀 妈妈接走了 对啊 好 那行 谢谢啊 没事 回来了 李小呢 你没接孩子去啊 老实说 美中把孩子带走了 他们回来了 没有啊 你们家没人 那美华呢 美华也没见着啊 都不在家呀 这姐俩去哪儿了 这就是我在国外 从恋爱到结婚 到离婚的全部过程 我没吃亏 也没占人家便宜 那就好 你现在也长大了 你只要想好的事 姐就支持你 你干什么 姐都站在你身后 其实细想想 在好多地方姐都不如你 你和李大盛呢 到底想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啊 孩子都这么大了 凑合过吧 为了你 为了孩子 离了吧 再等等吧 为什么呀 这不是在国外 你刚理 我在理 这让街坊邻居 我们单位领导知道了 我还不得被兔木星子淹死啊 再等等 你永远在等 等到最后 青春没了 时间没了 连爱的激情都没了 等到的 就只有后悔了 姐 一会儿你带着李翔先别回去 我去和姐夫谈谈 这包子热好了 赶紧吃热吃啊 我记得你这个 从前最愿吃姐夫做这个包子了 来来来来 赶紧吃 我吃过了 姐夫 吃过吗 这些书都是你在看啊 这不都是为了你大外甥理想吗 现在这小孩子啊 学的东西可多了 你也听见了那个夏天那英语 多溜啊 强地教我的 说这个 要想小孩子不糊弄你 你这当家长呢 就要比小孩子懂得多 你要不赶紧抓紧学习 过两年那孩子那个那个 作业都没法舞蹈了 我跟你说 就咱这包子这位 别人带我去大饭店 我都不去 你常去大饭店呀 大饭店呢 自打你走了 就没去过 那都是高假饭店 也去不起 红白喜事的 去一次 一个星期的公司没了 特别是现在结婚的 那礼服呢 都随不起 一年比一年贵 这婚礼办得再大 酒席办得再贵 这婚 说离不也得离 我跟你说那些离婚的 那是没想明白的 这上 当年我跟你姐闹地婚时 那多亏了你 搏乱粉症 后来有了理想想明白了 这老爷们啊 只谁当老婆都是当老婆 都是上下班过日的 两口子一起养孩子 婚前俩人再好 婚后也得吵 天下哪有女人去讲理的 都不讲理 姐 你除外 你除外啊 我的意思是说啊 就是这个文化人啊 比那没文化人 说出来那个 不讲理的话更气人 你就说你姐吧 你别看黏黏灯的 那要整出一句话呢 夜我半年都还不上气的 你和我姐这些年 还吵架呢 你走了以后 我们就没吵过 真的 我有啥话吧 我宁愿到动物园 跟狗熊大象嚷嚷 我都不再跟你写 嚷嚷半句的 姐夫 我问你个事 说吧 你爱过我姐吗 都老夫老妻子了 啥爱不爱呢 爱也能咋样 不爱也能咋样 不都是居家过日子吗 那你爱理想吗 她疯了没有 她疯了没有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你说娶谁当老婆 都是老婆 我姐呢 只是理想的妈 她快不快乐 开不开心 其实你是 不在意的 我跟你姐我俩 就像我们东北人说的话呢 叫搭伴过日子 她高兴不高兴 我输了不算我也管不着 你解我俩现在的关系啊 就是能躲着对方就躲着对方 能不和对方说话 就不和对方说话 真的我俩都快成了那种 井水不饭喝水了 你俩的日子都过成这样了 有意思吗 有没有意思 那能咋办 这过日子呢 就像吃饭 爱情就是主食 就这包子 缺了她不可以 因为她是顶饿的 理解 宽容 信任 那就是菜 没有她饿不死 但是缺了她 就没有营养 你和我姐现在的状况呢 既没有菜也没有主食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离了吧 这是你几个让你传达的意思 还是你的意思呀 都不是 你们俩幸不幸福 大家伙都能感受得到 我俩幸不幸福 大家伙感受什么呀 你 你告诉我大家是谁 我知道了 是陈婉子告诉你的 是不是 我看到了你们俩在阴雨脚的 你俩在这儿嘀咕 我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我也结过婚 我能感受到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生活在一起 是多么地痛苦 何不如洒脱一点 让彼此自由呢 姐夫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对我们家有恩情 对我也有恩情 可是恩情归恩情 爱情归爱情 那是两码事 你和我姐都分居多少年了 我说这些也是为了你好 你站着吃饭 我 走 我 走 我姐夫你呀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当晚上是坏人哪 你怎么也不回家呀 我就在这儿等你呢 你等我呀 就什么事了 我的理想了 你 你的理想我怎么知道呀 沈马尔同志 咱们在一个大院里 都坐了几年邻居了 我李大胜哪儿坐得不好 得罪着你了 就算我李大胜 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可以打我骂我都行 你 你怎么能悄不生的 你拆我的家呀 谁拆你家了 人家老话都说了 应拆十座庙 不破一桩婚 沈马尔 你还先进工作者呢 你怎么嚼舌头 让美中跟我离婚啊 我什么时候让美中姐 跟你离婚了 刚才美华回来 没几句话 就让美中跟我离婚 这不你说谁说的 我这几天呀 也想找个机会 想跟你聊一聊 这好今天你来找我了 我就跟你说一说啊 你说你跟美中姐 这么多年了 从结婚到离婚 又到复婚 还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儿子 你说你们多幸福啊 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美中姐吧 找我聊过两次 其实我听起来 你们俩谁都没有错 但你们两个人 应该坐下来 好好去了解一下 对方心里到底想要 什么样的生活 我就觉得美中姐 心里面她挺苦的 你行了 沈马尔 你知道吗 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 你记不记得那回在公交车 那么多人说我身上有味 是你站出来替我说话 你知道我李大胜 有多感激你吗 你现在怎么能变成这样呢 我们家是你管什么 你们和强子我管过吗 不是谁管你呢 你别出这心了玩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告诉你 脚合不合适 不 心合不适 只有脚知道 我跟美中合不适 只有先知道 李大胜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只会被打响 孩子都这么大了 离什么婚呢 这好不压的 又提起这档子事来了 你没听明白啊 这不是美中要离 是美华回来以后 让她姐离的 你怎么知道 你问 你问 她离 别人就得离啊 人有时候 不能见识太多了 你看我 最远我到过天井 我从来不能这儿 腰额子 这年轻人啊 出国分两种 一种是出去学好 一种是出去学坏 美华 反正她没学好 哪说让人没学好啊 话又说回来了 这美中也是 你都多大了你 你什么事听你妹妹的 你妹妹让你离婚 你就离婚 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你自己有点主张没有啊 老师呢还 你说要说咱们那会儿 哪有这些说法 那不都是认准一个人 过一辈子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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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是不是 就是真的 你再打再闹 它不可能散伙啊 对 对 对 你说现在这个人啊 真是 要说爱那就爱了 恨不得爱得死去活来 要说散伙 就拍拍屁股就走人 怎么都跟闹着玩似的呀 这日子过的 说的是啊 你瞧瞧你们 那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你们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 我们是挺好的呀 咱都挺好的 这就是太自私了 没有责任感 你说这大人要是离了 遭殃的那不是就是孩子吗 大声 你觉得咱俩过得好吗 不好 那你觉得咱俩还能在一起吗 我心里有好多话 一直想跟你说 不知道怎么说 不知道怎么说 都到这份上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彭北周 我是美文化 但我不是傻子 咱俩在一起过日子 也是多年了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在外人眼里 我是吃了雄心豹的胆 吃了天鹅肉 我托你长得漂亮 托你是北京户口 托你们老胡家的房产 托你们姐俩无依无靠 我趁人之危 可是我托来托去 我说我托你的人 你信吗 你肯定不信 但是我信 你肯定不信 当初我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是我媳妇 那时候你领着小美华 也就比你想高不了多少 她拉着你的衣角 你们姐俩形影不离 相依为命了 我还记得当年 第一次来这个院里边 那个冬天特别地冷 你蹲在院里给小美华洗衣服 床单 背罩 当时你的手动得都不好使了 都不好使了 僵了 我就走过去 拉着你的双手 放在我的胸口 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要照顾你们姐俩 我暖了你的双手 却没有暖了你的心 你肯定是一个小伤心 你肯定是一个小伤體 打扰的 accents 你听得到 我们说个字 什么话 你肯定是一个小伤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